大家好,我是整机师,看一下陈辉跟何时最新的这场三问 开场第一局,两个人随机到了四个五弱,还没有重复的 差个游历就急了 先来看安迪跟克里斯,这个是颜克里斯 陈辉这边的五弱,C头之后被拆,又吃了何时一个C头 何时这边这个拆头,对,一绝 关角落,时间不多了,关不住,跑出来,再钢回去 这下慢了,他要打克里斯,下次也得受招 好,现在来看一下拉尔夫 放掉,晃一下,然后小影跳啊,不吃,这下跳地灰空,抓一个 就不晃了啊,直接追小影跳地,抓 看一下比利跟拉尔夫啊 啊,这是比你比你比你射程远啊,这次很难受 他有武器,你又不能发波啊,好,现在来看一下老头跟比利啊,这老头不行把葫芦丢他啊 啊,盾,这很难过去的,比利要打牵制的话真的是,这些,这些角色是很难突破的 啊,等一个AB,这没了,一个跳A或者下A,啊 对,CD也不刚,是不是 就捅到膝盖,啊,好,好过分啊,好过分,还有点故意的了 这肯定是故意的了,这个啊,就想,就要用下A 好了,现在来看一下第二局啊,仇马力 可是这局还有一个大门呢啊,感觉这局啊,这个才会凶多几少飞蜀之舞,接生龙 在反边可以的,反边不光可以接生龙 忍风啊,超必杀都可以接 战局这老头被比利拿捏的死死的,都没机会还手 看看达玛丽这里,生龙被抓下来 正好 小条,斩壁,连续斩壁 攻防,抓到,在夹,带走 三可气了 开局挑死,吃个卖水,他被关进角落,看一下陈辉这边啊 太远啊,再来一个跑抓 他想上,上个大玫瑰是吧 就一手战壁啊,好用 克拉克这边逐渐进了角落啊,但是玛丽只有一个重攻击的血量了 看一下克拉克,安迪 死务了,他还一个死务 两个人,两个人讲究啊,等到一个AB,下B,接个B杀 好了,看一下这局啊,和谁这边是草地精 成为这边有个猴,有个,有个大门 阿基阿基,终于拿下来,但是还没有粘到啊 他想去独咬追起身啊,但是不够有距离 对面是在空中吃的这个啥 30秒已经过去了,这猴子就吃了个荒腰啊 想跳一个低头,说完就呼不掉血啊 哼,这猴子 飞了飞了三四十秒,反手几下被打掉 真五根草屁,时候放掉进攻 奈洛洛开倒地正面没有确认啊 他这个虚招,第二下打一个逆向 八十八十打圆 还接了个轻角的这个七五四啊 这是,这是打舒服了,是吧 还有一下,他想打一,哎,这下没连伤啊 没了,哎,这不踢他呢 再打逆向,连续逆向,这下站姿一个禁地踹掉 想整活啊,因为他最近虽然死 和时这边九几打的非常非常的少了 但是,三问打陈辉这一块啊 还是,对吧 陈辉最近这个武功也是莫名其妙 有两个人这一块打,还挺有感觉 进角落,想吃想,直接小票抓啊 这个,有点慢了,骗人吗 这个,有点慢了,有点慢了 先拦一个,一个平A给反过去 有力的这个在A还有下A还是挺好 挺好用的 哎,他不会大门反三吧 乱动,减破拉,关角落,大跳 不动,不动 这下拉尔夫要是跳的话 会被这个跳A空房挂住 然后,抓一个 3比0了啊 这局感觉诱惑伤 和时有一个洛夫啊 哎呦啊,这个拆头再厉害 那个,12米这C头你也拆不掉 好,好个C头 这C头要是打猴子可就可就好了 两倍掉水 跟虾米打个5开啊 陈辉这边就,角色属性越弱的啊 他玩的越好,想不到是什么原理 冬将 很正开局不管你往哪冲啊 就被他堵进角落 刚出来继续往这边板边再推啊 又推过来了 急了生了个龙 把杨毕正杨毕带走 好看一下东杖跟这个真杖 杨毕端资料 他想他想偷个大逼斗 一个低头进角落 Hunter等一下 杨毕这边感觉应该防不住啊 真的防不住 看一下手底的满力 没有技 追一个跳抓 再来相杀 远地跳没出来啊 直接被踢下来 反正被这边板鞋梁拿到一个 基本上就决决了 还有两次血 拿换 这有真击啊 是吧 要吃这个真击 多少是有武功的啊 这是武功高低的问题 怕吃玫瑰 进角落 起身不动 这个战地不吃啊 跳抓再夹 有机会啊 他想踢一个强制转身 没踢明白跑掉了 这局应该成了吧 八神好像是表下加火舞 没看见 是表下 是表下 他的表下很厉害的 之前 之前什么比赛 我忘了 选这个 很厉害 直接闭上 急了 着急开招 因为他上次跟何时打这个被剃头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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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段旁 DM-C大鬼发 继续跟上 龟相招 基本上我感觉他们这猴子的飞行路线都是固定的 这局不会再输了吧 Actually就剩半个猴子啊 还有一个拉尔夫了 夏尔米一个必杀就带走了 夏尔米的下C 还有这指令头对猴子很不友好 看下夏尔米很拉夫 好抓 直接被反抓 再来一个小跳抓 正面还是一样的招 再吃一遍 夏尔米之距离感觉抓得比拉尔夫远似的 他稍微跳远一点 拉尔夫哪怕再抓也抓不着他 跳地带个必杀 还有一个重攻击要开张 这是干什么 你拿他当包王了是不是 和时也拿到阻力了 这局不好办了 前赫和时之前随机到过一次大门 但是好像没有上场 不浪费 老头拉尔夫玛丽 打千赫 说实话 玛丽还好一点 这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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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死前 展出一颗气 完成任务 关键是 关键是拉尔夫啊 这个真的好难打千赫 没血了 看一下玛丽 我只十秒了 5比1了 现在比分5比1啊 这还可以啊 两边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八神克里斯玛丽 这边是 两次良家 雅典娜和千赫 看守发型拿下 优势可太大了 都打残血的话 看后面的人 和时机会大一点 这几个波发的 八神不亏啊 把千赫打残血了 但是表克利斯打千赫啊 有点难 就换 换 下塞的 手招太远 这也不难 主要是血少 看一下板击梁 拿下 这一下直接 直接血量打残 主要还是出版边了 克里斯抢空 这打板击梁 肯定是优势很大的 还有他这下盘 同贵 算了 这手套 少说点 没坏处 这比赛是16号打 15号忘了 反正就前两条 有点记不住了 我这只剧情不是这样呢 可能看魂了 哎 来一下 正面 抵杀 点得剩一口 这局啊 这个血亏 搞不好就决决了 还拉后呢 他想这个磨掉 儿童节来了 现在比分6比1 看草蹄精 跟罗伯特 完了 他来个大声 带走 小草跟火舞啊 两个玩火的 我这套也还可以 和其这边也是用这些飞主流 这也是疯狂的压制 这种打法整个好看一点 几非说好了疯狂的压子 玩一下 还能再磨一遍 生龙拳 再来一遍 急了 看下猴五跟猴子开局 因为碰的太高 吃了个BX 那这局感觉成灰又哪 不用感觉成灰又拿下了吗 这不是老头打猴子 是一个最快的 一个最慢的 也不是最快的 常规角色里面 是最快的 是吧 风八很大快点 哎呀 鸡鸡鸡 2比6 看一下这局 忽然间就忘了词了 其实这局成灰的运气也不错 克里斯 猴子加特瑞 小五强 加大五强 何止这边有个红丸 不太好对付 先拿下表诺夫 看一下 克里斯跟雅典娜 抓到 正面 这次没有上当 克里斯这个跳死地 打的身位好低 强空真厉害 骗一下 发布 直接跳死地 还有两下就没了 AB 没抓到 这基本上的话 这局就好难了 你说这时间都去哪了 这打的 是不是 看着挺激烈的 这 但剩十几秒 先来看雅典娜跟猴子 没抓到 跳身后 吃个必杀 红丸一打二 红丸打猴子 其实还好 他这有空头 然后小圣龙 还有这个 正妖 好用 别吃披萨就行 起起飞 加加气 散退哥 追过去 投下盘 再来 吃个必杀 这样就 这猴子如果不能对红丸 造成什么伤害的话 那这局感觉还是够枪 特瑞跟红丸 我感觉五五开吧 红丸占点优势 空法 抓到一个 A到A过来 再来一个 跳B红丸头 带走 看一下红丸跟特瑞 下来一手生龙 骗一下反摇不够啊 这里 还想追他这个反摇 这防还是不够太远 现在两边血量 特瑞领先一点点 但是红丸马上攒出气 特瑞也有气 还有十几秒 不行 边打边退吧 是吧 边打边退 边逃跑 这退早了 时间还有呢 完了被堵到板边 哎呦 我去 零秒 挑衅 绝杀 多气人 可以了 陈辉这一局又有八神 任何罗伯特 上攀三点大飞花 相关角落 延迟一下 这边等你 一个下谁 这一下就好疼啊 生龙把自己带走 看一下八神灯 火武 火武这边战壁 还有抢空 还好 主要是他这些 在97里面啊 这火武这个角色的判定 还有他这个 收招速度啊 简直太慢 好多招都没用 完了 那这局很快了 看下八神跟克里斯 表克里斯要翻盘 难度还是非常大 进角落 不被穿三就可以 是吧 想办法带走他 还有一个重攻击 没死 剩一点 再追一个下谁 跑一个低头 然后哎 这次是正面啊 结果摇 哎我去 摇反了 他说了个反摇 反摇 反摇 反正不到啥玩意儿 反正应该是正摇的 三分天下 已达成 陈辉这边 随机到这么多猴子 给错了吧 这猴子发型跟陈辉 产生一模一样 比大猪那个要像得多 猴子把帽子摘下来的时候 脸上 一根毛都没有 看一下啊 草皮筋跟表虾 一手包王提 是吧 倒地 进角落 这不够 攻防 C头 我去爆气 这C头好疼 感觉大麻筋上了 不行就生龙 看一下猴子 爆气 先把这地下看能不能甩出去啊 不能浪费 真我又不接气 看一下猴子跟真我 哎呦 四分 好了 现在来看这只大猪 这只大猪 后面的应该是表诺夫吗 还是真诺夫 没看见 但是不管啥 这大猪已经够用了 后面这个雅典娜 基本上是被大猪天克的 克的死死的一个角色 一手平A就能带走的 你看他这被人抓的 这下AB居然让他AB跑掉了 这下雅典娜 措施良机 克时这个大猪 你看对 你早点用占A 大嘴霸的早删掉了 成了 看一下红安跟大猪 呀 后面还是个神奇 那这局稳吃了 不知道怎么输那种 三十秒 过去 哎 这就是踹空气是吧 4比8 还可以 还可以 但成灰这局角色好 红玩家大猪啊 合成这边是草剔精 一手草剔精 后面是个虾米 安迪 追过来 关键是那虾米 是雷电虾米 草剔精基本上打不好 就打到这个程度 已经是废了 这局 这局 难了 没有确认 跟那个前臂 没有打到 哇 就挂到一下 接到雷光拳 那这就 是吧 这小安迪 最后临死前还串了他一个跳地的逆向 一锤子买卖 反正转球打虾米就好用 雷电虾米稍微麻烦点 但是 一样 属性优势太大 杀毕杀毕雷光 他不是要翻盘吧 哎 大哥 你是大五强 对面是一个垃圾角色 翻不了了 又有阻力 看一下这局 千鹤跟特瑞 玩 完了完了完了 他居然跑掉了 不是不是 他居然跑 他进攻 他居然跑了 战地3C撞 毕杀带走 玩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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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没想到玩的是成功 不重要了 这优势已经很大了 看一下 卡里斯跟特瑞 就有没有想想办法 别让他穿衫 是不是 要点面子 可以 拿下 玩个 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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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翻盘 这一个大蛇踢下去 还有客气啊 这有反三的机会 不反了不反了 哎 可惜没有气 我估计他有气和谁不敢这么升龙 在墙角啊 把你拿下 没防了 至尊全皇 这个时候才开始发力 是不是 是不是晚了点 小运就上来了 最后这些局啊 只是把把都有处理 准啦 差点三连削根 没血了 没血了 他也想反三 拿个大必杀 大必杀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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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 非得见眼大门 还有机会吗 逆向 逆向 还来逆向不 正面 这下AB直接逃脱 斩新手 剩一丝血 那就玩毒子了 骗一个CD 还得打内向 果然 身后 这下AB 封锁 封锁 轮流转 几千颗大门 跑合起那儿去 那这局就收了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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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不了 动不了 收了 收跑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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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陈辉的大门 致敬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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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时候了 收队